HELLO 大家好 這次是一羽先拍 那今天這部影片應該是目前唯一 在Youtube上用中文介紹 潘海利根新香水Solaris的影片 那如果我不是Youtuber目前唯一一部 你留言貼網址給我 我去叫那個人下架 潘海利根在上禮拜4月底推出了 全新的香水Solaris 英國各個店鋪已經有試香可以聞了 所以如果你人在英國 別害羞直接踏進潘海利個店鋪 說你想試聞Solaris 放心店員不會覺得怎樣啦 應該吧 那亞洲目前的狀態 是Legacy for Petra 跟Hygroth Bouquet的宣傳 那Solaris的宣傳可能再會晚一點點 才到亞洲 至少目前在台灣的官網沒有看到啦 但就在前幾天 5月1號 是全球公佈Solaris的日子 潘海利根的社群平台 已經開始大肆地在宣傳Solaris 那有持續在關注潘海利根社群平台 人都應該偷偷聞過這款香水了吧 8 8 那不管有沒有聞過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Solaris吧 Solaris 是來自拉丁語中太陽的意思 那這次的主題是跟推出一段時間的LUNA做相呼應 而太陽又是重要的恆星 所以Solaris的主題就跟天文學連接了起來 也帶出了迎接夏天的到來 那Solaris是放在潘海利跟British Tales經典香水系列裡面 那這裡面也包含了一些你們熟悉的香水啊 Altymasia LUNA Edemium 作為經典香水系列的新成員呢 Solaris是Eau de Parfum 但價格跟LUNA是一樣的喔 所以依照香味濃度去買香水的話 Solaris 看起來性價比會比LUNA高喔 接下來就是香味啦 那我在店裡其實已經聞過了 所以也不算是第一印象啦 Solaris 是用黑醋粒跟檸檬做開頭 所以一開始你會聞到濃厚的果香味 但整個香水啊 其實不是整個都是果香 因為它是花香做結味 那形容黑醋粒的味道 就很像我們小時候在吃的那個 黑加粒軟糖 你們有吃過嗎 黑加粒 黑加粒啊 就黑加粒啊 那在一開始5到10分鐘之後啊 你會聞到明顯濃厚的花香味 那這個香味主要是來自 茉莉花跟潘凱莉跟很少使用的花 伊蘭伊蘭 那伊蘭的原產地其實離台灣很近 是馬來西亞跟菲律賓 但在台灣其實你也可以看到伊蘭喔 那伊蘭伊蘭跟黑醋粒 佔據了Solaris大部分的味道 儘管後條有香草、雪松跟檀木 那伊蘭的味道還是非常的強烈 我遇到許多客人啊 以為Solaris可能跟Luna一樣 是清爽的柑橘花香條 但Solaris其實是溫暖濃厚的花香條 但有柑橘味 那Solaris給人的感覺應該是這樣子的 在6月的夏天 早上6點 躺在床上你忘記拉窗簾 而陽光透過窗戶撒在床上 把被子曬得暖轟轟 你該起床了 Solaris 的味道啊 給人的感覺是非常有活力的 濃厚也非常持久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我覺得這是一款蠻不錯的香水 好啦那這就是Solaris 快速的介紹啦 當然我建議你在買香水之前 還是要到店裡去試噴看看 噴在你手上啊 噴在你衣服上啊 聞看看再做決定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雨仙派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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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